有的一个建模效果 穿的是非常经典的它的一套服装 绿油油 看一下闪避动作 闪避动作都要展示 就是自己设计的角色 要精心的给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全方略展示一下 然后这个角色基本定位呢 是一个比较迅捷的这样一个 刺客 这样一个角色 看一下它的普通 它普通整体来讲呢 是速度比较快的 4A 大家可以看到速度比较快 性能也是相对比较强的 攻速很快 还思考 整体的手感长 可以看一下最后1A 最后1A宫中是可以进行一个 小幅的一个方向的调整 然后它在1技能的加持下呢 普攻会有一些性能提升 1技能呢就是 在也是佩洛罗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 就是开雷刀 再看一下开雷刀的效果 那在开启雷刀之后呢 在8秒内 或者是6次普攻的时候 我们的普攻会在周边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电场效果 那这个作用呢 一来呢是增加攻击震的长度 因为我们普攻判定的一般就是一两帧 那有了这个时候会额外的增加一两帧 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的攻击范围是360度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侧拉去打一些其他的角色 这样的话可以躲过 像比如说鹰眼啊 比如说像龙马 这种角色是很容易去躲过的 这种侧拉的东西 我再加了这一两帧判定在 平A对A的当中 真的 也是会比较优势一点 而且它的普攻的性能本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偏强的一个角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技能呢 刚才说了 是第1个作用是开启这个雷刀 那第2个作用呢 它 这个技能是分为两个圆圈的 那内部的圆圈呢是有伤害判定 外部的圆圈呢 则是剑温色的一个效果 那什么叫剑温色 我们看离 对方角色大概七八米左右 我们释放这个一技能 可以看到头上会有一个瘦眼的效果 这个瘦眼的效果呢 说明我们开启剑温色命中的力量 那这种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这种时候首先敌人会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视听效果 其次我们这个技能可以立刻的进行打断 如果说我们在很远没有出发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技能的后摇是非常大的 哪怕我用闪避 也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去把它打断 如果是在进程中呢 我们可以立刻用技能去打断 包括用闪避或者斧队 那这个时候敌人处于 一个短暂的一个视听效果 就会很容易被你去 骑手到 而如果是在相对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就会有一个伤害的效果 这个视听效果 等一下我们实战当中 可以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可以从受击者的视角 受害者的视角来看 就你会看到 佩特罗头上挂了眼 就好像是在盯着你 而这个技能呢 同样我如果在后续去做一个 再次点击的话 还会在原地开启这样一个烟雾的效果 在烟雾之内呢 角色会有一个隐身的球 就是说敌人呢是看不见你的也是无法锁定的 那如果我在这个烟雾中做任何的动作 比如说普攻或者说进入了受击效果的 就会从隐身中脱离出来 这样对面是可以看见的 那还有一种用法呢 比如说我在里面释放剧 首先我部分的前奥它是看不见的 其次呢 烟雾会散开 再看一下这些烟雾 就看到周围的烟雾就会被佩特罗所震开 很细啊这个 是一个小队来说 它的作用虽然不会很明显 但是 帅是帅的 是帅的 随便 看一下 如果说作用的话 大概会有几针 你的前奥会被遮蔽住 比如说我现在在烟雾中 我去放一个 究竟烟雾 大家看烟雾散开的时间 其实在相对偏后 那这样的话我的前奥就会被这个烟雾的 所挡住 这样的话敌人就会有 定前奥其实是看不到的 包括其他的 我放其他的技能 也是一样的 会有前奥会有几针的时间 其实你是看不到我的动作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技能其实是白送给你一个QTE 这个QTE就是一个顺身的斩机 空中会有一定的帧数是 手不低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说二技能 二技能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突进 是佩德罗在城堡里面使用过的 大巴城堡里面使用的一个突进效果 再看一下这个突进效果 整体来讲这个技能是 偏中等的一个性 起手是可以的 当然起手成功率没有 我们游戏比较快的那几个危机技能 那么高 当然释放这个技能之后 我会激活 可以看到有三个技能进行一个替换 分别是一技能二技能和激动剂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如果是激动剂的话是一个 无敌的效果 大家发现这个技能可能会有点眼熟 其实用剑 用剑大家其实 都是脱离不了 卡文迪具有类似技能 包括他的鲁兹 主要是一个兽型表现的角色 也有一个类似的效果 也算是一个合理 一个技能界界 然后这个技能 在这个包里面中间是 会有几只会被打到 但是实际上最后上线的时候 只要是这个无敌特色 它会是一个全程的一个无敌效果 这是比较符合制度的 对的 然后看一下二技能替换的二 二技能替换二 大家看到图标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它还是同样的 向前的一个螺旋图形 当然这个技能会有一个 额外的设计就是 比如说我有一个技能QTE的时候 我第一段 然后第二段 随时可以用这个技能去进行的大段 算是一个额外的设计 第一段的时候是打到不了 但是第二段会随时跳起 然后释放这个无敌的劲 我看一下 对这样的话 我放二技能的时候 敌人可能 不敢随便的由我 因为我可以 当我手里捏住这个QTE的时候 我可以随意的 用无敌的去打断这个形 从而在博弈中占据先进 然后再看一下 激动技的这个 这个激动技暂时先 不展示 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 激动技替换的动作 等到大家上线的时候再看 因为这个动作会有一定的改变 但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技能 相对来说是一个性能偏强的一个直线途径 它直线途径速度会相对于另外两个技能会更快的 大家看到这三个技能整体一个性能区增 如果我是1替换的话 就是1 但是我会有后遥 如果我是2的话就可以 可以用推并去打断 而且它本身的性能也不弱 如果是激动技 就是直线途径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OE效果 OE其实我们也展示了一下 也展示了一下 也是佩洛比较精简的一个技能 叫 唐狮子 可以看到 屏幕上的一个狮子头的形象 好 接下来来展示两个激动技 第一个激动技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因为它是 我们知道佩洛罗在援助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技能就是动一下它的尾巴 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援助中的一个 性能大概是我佩洛罗在空中被人击倒 然后我迅速的用这个尾巴去调整我空中的一个姿态 但是我们这里面大概分两种情况来使用 就正常 比如说我连招过程中 可以随时用它 然后我用技能去打断 继续去行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甩尾的是这几针无地针的 去躲地面的勇情技 这是第一种使用花式 再去先见 这是第一种使用花式 第二种基本上就是 有对方来压场我 然后我没有什么技能了 我这时候很尴尬 这时候我就可以用它去逃跑 逃跑到进场另一次 当然这个包里面的 大家看到移速其实没有那么快 但是最后上限的时候 速度其实会比这个要稍微快一点 第二种就是在敌人攻击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释放 大家看正常释放的时候 它的CD是 十几秒 但是如果在敌人攻击的时候 放的话 这里有一点点小话 就是这个技能在敌人攻击的时候释放的话 它的CD会是 60秒以上 60秒以上 就是说我们这种拓战技能是不会给大家 通常都是一局 通常都是一局 一次 但如果你是开局就使用的话 你在后半段其实 可以再去使用 所以这个技能大家就是 可以自己去选择我是是不是要在手机中使用 因为说打怕是没有手机的时候这个技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有用 因为它有 足够的无力时间 而且后半段是可以用技能打断 然后看一下另一个机动机 另一个机动机 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技能样式 就是原地的一个 无敌的一个斩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色虽然说它没有什么 霸体 霸体呀 然后 破霸呀 这些这些 但是它的小无敌 小技能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利用好这种小的无敌 是可以规避掉这场的很多的技能 帮你再做一种取决生 这样一个无敌的一个效果 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就交易的一个效果 这个角色整体的机制就这么多 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灵活的 比较灵活的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持操作的角色 我们这次 这两个新的伙伴 都有一个跟闪避相关的一个机动机 好的 介绍的非常详细 不会是自己设计的角色 其中还有一些在设计的时候参考的一些 也是一个比较紧的 对